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带大家来亿格米区看一个楼盘 这里价钱起步的 七十万港元也有加益 七十万港元也有加益 不过必须要留意 所谓亿格米区是亿格米区里面 并非大马路之上 话虽如此 以七十万元 究竟可以买到什么质素的楼 举例这个楼盘里面 你会看到有泳池 环境也有牙 房间有否好记得 看看就知道 字幕志愿者 到底看 我们先看看 老实话 港带有七十多万港元 在香港可以买到什么呢? 一台车位也买不到 但是用泰国来看 起码是这里的单位 这个价钱可以买到 一分之一分之一分之一 你付70多萬港元 不要預期二千多呎的單位 是不可能的 二百多呎就差不多了 二十多個Squameter 就是這樣 都有一個房屋廳 兼且這裡所有的家具裝修 是給你 梳化給你 耳朵給你 還有床褥和床都給你 不過有三樣東西就不給了 第一 就是這個雪櫃 第二 電視 第三 微波爐也不給 那麼洗衣機又如何呢 洗衣機不用買 下面有洗衣房 入大眼就可以洗衣服了 兼且雖然房間細小 但還有一個露台 便宜在162,70萬元 相同的地方 還有15萬元 感覺也有分析 若然15萬元港幣 對於你來說 不是一個負擔 不是一個問題 但你可要選擇這間房間 剛才看到 由浴室廁所至睡房跟住廳 地方相當大 差不多400呎 價錢大概是85萬港幣 正如剛才的房子一樣 包含這 包含那 包含那 也不包含那三樣 若然覺得85萬港幣都可以玩 你可以考慮這裏 又或者說 不是呀 我們是金屋藏嬌 實際間算了 你可以選擇剛才那間 其實這裏更加有較大的單位 好像一個交樓的單位 你會見到 交樓的時候就是這樣 有牆紙 有窗簾 有入場櫃 有這些給你 這正正是一個2-back room的單位 價錢大概120萬港幣 雖然說這幢大廈不接近BTS 但他們也有專車接送 若然你住在這裏 就會有車接送你去BTS站 都可以算是挺方便的 有興趣的話 不妨聯絡這個人員 跟他聊聊 看看價錢合不合你